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RK屏 没有XL线性马达 没有40W快充 没有5G 它还敢卖6599 怎么看它都没什么诚意 而Note10 Plus看起来倒是堆料十足 结果9月才开卖 虽然问题特别多 但今天我也会竭尽所能 为大家带来最值回票价的三星Note10系列深度测评 一两个机器可能有点冷清 所以我们从Note7到Note10直接看舞台 这可能又是你能搜到关于三星Note10系列最详细的国人深度测评 包装和大铁延续了Note9的风格 只有一根笔 配件方面变动比较大的就是Type-C的AKG耳机和25W充电头 数据线也换成了C2C 和S10 Plus一样的自带非力贴膜 熟悉的玻璃触感 熟悉的边角TY 体验绝佳 但绝对不耐磨 加上一个硅胶软壳 这又是一部买来能直接拿走用的旗舰手机 Note10走到2019年也是十周年了 今天让我们先温故 再建新 Note7这台2016年的机器如果放到今天让我评价 它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 它真的是那种 那种很特别的那种 珊瑚兰和香槟金的壮色搭配 夸张的曲率造就世界上的极致的侧边框 好像在说 在座的各位Note都是垃圾 在尝到全式曲面屏的甜度后 Note8打出了大有可为的slogan 机身长度增加不到一厘米 尺寸却从5.7大幅度提升到6.3寸 但作为主打商务的Note旗舰 电池容量低于同时代的S8 Plus也是尴尬 讲Note9的外观我真是这块牙膏挤得差也没吸回去 稍微意思意思缩着点额头下巴 几乎退居和iPhone差不多的侧边框 拿着还割手 要不是我这台是白色 说Note9是近两年最丑的Note也不过分吧 Note10国航版暂时只有莫奈彩 麦康黑和密斯白三种颜色 从S10的浩越白开始 我就感觉到三星蠢蠢欲动 想玩渐变色了 你看 这次的莫奈彩直接放飞自我了吧 莫奈这个词源于一种法国的绘画风格 属于印象派 它比较善于捕捉光和影 实际效果还真有那么点艺术派的感觉 一些角度它就是单纯蓝蓝的颜色 台湾地区它也叫星环银 但只要是有灯光 它就会折射出五颜六色 像彩虹一样的光彩 非常绚丽 但亮面也非常容易沾指纹 并且这个折射会随你身边的环境变化而变化 微博上看了几十张实拍图 颜色就没一个重样呢 这才是最骚的 但有时候像这种五彩缤纷 甚至有点像汽油洒在马路上 或者是像一张过去的CD 透露着夜店style 想hold住还是挺难的 当然作为一部六七千的旗舰手机 这颜色 我是觉得比那些两三千 后背又带X又带V的光源 看起来顺眼 当然了 我是绝对不会买这个颜色来用的 密斯白拿到积极后 我非常喜欢 就是单纯的白色 和Note9的雪白色比 这个给人感觉更温和 偏米白色 相比之下Note9的白 有一种冰冷感 浅色沾指纹 效果也是相对较轻的 麦昆黑和S10的黑色相似 有点泛青 属于那种没什么亮点 也没什么毛病的颜色 哦对了 这个指纹效果真的特别严重 并且正面看 可能会感觉 边框会宽一些 Note10在保持6.3英寸屏幕的同时 机身三维尺寸和重量大幅度缩减 这不就是在某个瞬间 我之前幻想的小屏Note吗 而Note10 Plus也算是对着写这个名字 直接把屏幕尺寸干到了6.8 是历史上屏幕最大的Note 整个机身一笔S10 Plus要大一圈 它和Note10的轻盈小巧 反差非常明显 但考虑到相似尺寸的iPhone 10S Max 都需要200多克 安卓机一的厚度已经逼近了9毫米了 三星Note10 Plus 还能把手机控制在7.9毫米 198克之内 也是真的强 历年Note系列的外观 都会和童年S系列大差不差 更多只是设计风格的区别 之前我说 S10是最不像S的S系列手机 因为它一改之前的圆圆R角 太方了 没想到Note10 还能更方 这手机打耳一看全是棱角 但细看测平方过度都很OK 摸着机器两侧 你几乎感觉不到中方的存在 整体握持感受和陶瓷版的S10 Plus相近 只不过更方正的机身 也会加强它的个手感 这点不如S10 Plus 就正义来说 Note10不仅秒杀了Note9 连S10 Plus都没放过 额头下巴进一步缩窄 更直接的直角屏幕 这个下巴和iPhone真的难舍难分 听筒非常掩蔽 掩蔽到就算我告诉你 你都不一定能看得到的那种 两侧边框超越了Note9、Note8 但和当年的巅峰Note7比 还是要差一点 只不过这次屏占比的提升 真的有一种我在握着整块屏幕的感觉 唯一的槽点可能就是上方的这个小摄像头 S10 Plus要玩双摄 到今天我都认为没啥实质性意义 这次Note10都改成了单摄 直径分别缩小到4.3和4.4毫米 先不谈个人喜好 这个位置确实比S10更合理 放在两侧对通知栏 游戏等视频内容影响都太大 但经过正面经验的系列后 我们把手机翻到背面 相信会有人会和我一样有点失落 曾经Note坚持的摄像头横置排布就没了 一股划一批三零的感觉 三星果然是难逃真相定律 Note10 Plus因为有Toff 所以多了两个黑孔 第二个失望点就是 三星坚持多年的3.5毫米耳机孔 这次终于勾带 据说这么做是为了腾出1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 你觉得这么做值吗 第三 Note10去掉了吸率检测等传感器 虽然我从来没用过 但是这也算是一个遗憾吧 电源键从S10 Plus上非常难按的位置 换到了一个还是比较难的位置 之前截屏一个手机轻轻松松 现在够呛了 右侧空空的需要适应一下 但平心而论 这个位置右手持肌 食指够一下还是不难 锁平还是可以的 Bixby可以通过长按电源键来呼出 关机被设定成了长按电源加音量键 设置三星贴心地帮你在通知栏加了一个关机的选项 如果你不用Bixby 可以去设置中把电源键设置成长按关机像以前一样 Note10 Plus保持了三选二的雨货卡槽设计 而Note10只能装两张SIM卡 不支持内存拓展 不过底部挖孔多年不对称的毛病 在Note10上有着非常明显的改善 屏下指纹位置上移 相比于S10 Plus更容易按倒 识别速度我甚至觉得比S10 Plus快一点 但垃圾的孤独动画和偶尔抽风的反应迟钝 让Note10的超声波指纹体验 还是和S10 Plus水准相近 提高解锁成功率的方法就是 别让手指太干 记住识别区域 按一下不要停留太久 掌握这些 你成功顺畅解锁的概率就能提高到七八成 Note10外圈的防水胶处理得非常严密 但并没有之前网上传的IP69 依旧是IP68 防尘防水各种IP数字都是老生常谈了 但IP69也确实是在Note发布之前 才开始被人关注的 根据作料显示 IP69是指能够承受蒸汽冲刷测试 能提供水压在100瓣 温度80度的防护 压力直接作用在感应器上 以30度的角度递进 在每个角度持续30秒 一共120秒 期间可以防止水的进入 很多人一听这个 啊 热水还能防冲刷 那不是以后可以边冲澡边玩手机了吗 其实不然 这里面很大的一个误解就是 你以为当你满足IP69 它就可以向下自动兼容IP67或者68 根据IP69K的定义 很明显这个只是具备防冲刷能力 并不适用于浸在水中 这完全是两个使用场景 IP69更常见于酿酒厂 洗车厂又或者是饮料厂 并不适合被完全浸入在水中的场合 另外很多人对IP防尘防水等级还有误解 认为IP67或者是68 就是允许你把设备放入到水里 在它规定的泡水的时间内 还能正常工作 其实也是错的 这些防水等级只能保证 在规定条件下泡水后 当设备从水中取出来 仍然能够正常运行 所以我们之前说 别管是IP67还是68 现阶段的防水更多是防意外 天天泡水里用 你的手机不坏 谁的坏呢 至于摄像头下面的小缺口 拆解可以发现 里面对应有收音的模块 推测和三星的指向性收音有关 所以Note10上 这次配备了三个麦克风 还有Note10上 边框靠近SIM卡槽有个孔 有人说这是Note10独有的三氧生器 但经过拆解发现 里面还是两个发声单元 但因为前置摄像头的居中排布 上扬声器被迫下移 所以为了保证声音 能够顺利地从顶部出来 三星就在顶部开了个导声孔 看了里面这个孔 也确实没有什么连接特殊部件 也就基本确定了 这只是用来传声 而不是发声的 实际听起来 机身上部发声中 这个微风听筒 还是占绝对主导的 堵住小孔 对整体音量和音质影响都不大 两个发声模组 三个孔出声 你觉得这个叫三扬声器 合不合适呢 第四 为了给S-Pen腾出更多空间 侧边按键的变化是一方面 内部结构这次进行了大改 采用了双层主板设计 为此三星由液冷管散热 升级成了大尺寸的液冷板 最后的散热效果 我们后面会说 所以你别看三星堆料猛还轻薄 其实手机内部寸土寸金 有些问题 它也解决不了 5G马上又来了 更大的功耗 只能需要更大的电池来找补 所以我们也只能希望 未来有更轻薄的屏幕 电池来拯救手机的重量 第五 Note10 Plus塞进了一颗方形的 X轴线性马达 而Note10还是之前的Z轴线性马达 实际体验Note10比S10好一些 有点A80的感觉 为了照顾机身空间 Note10的S Pen要短一点 但经过测试 它可以正常给其他Note用 也能插进老Note机身里 但没办法完全契合 而老机型的S Pen因为太粗 则插不进Note10的笔槽里 看了一圈我觉得 在Note10身上 我看到了很多三星 对于前代的反思和总结 这其中有Note7为了外观极致的打磨 也看到类似Note9上 不惜一切的堆料 好巧不巧 再加上那么点S10的轻薄 出锅了这一份Note10系列大餐 虽然从堆料角度看 Note10 Plus才应该叫三星下半年的旗舰 而Note10叫Note10E更贴线 但名字这东西 我们又何必那么较真呢 两台Note两种选择 虽说Note10有一些有必要或者没有必要的阉割 但两部都是现阶段能买到 最接近全面屏的造型 和最轻薄的机身的结合体 我也相信 Note10系列会是最后一代 你还能买到有前置摄像头的Note手机 这次Note10 Plus屏幕 更多的升级都是放在形态上 自带壁纸都敢用浅色调了 果然屏占比一高 摄像头爱孤立就孤立 干啥都硬起 Dynamic AMOLED HDR10 Plus 0.4GNCD的极佳色准表现 强光下700尼特峰值亮度 都和S10 Plus没什么区别 可以说这是现阶段素质顶尖的屏幕之一 说回Note10 6.3寸1080P 401的PPI都比不过上半年S11的438 一下子回到很多国产二档A屏的PPI水准 和2K级别的老Note就更不要比了 实际效果基本符合我的猜测 正常使用距离清晰度不会翻车 但当把眼睛靠近到10厘米之内 还是能感觉到2K的字体边缘要更踏实 但其实你知道吗 三星之前所有的2K机型 全部都是默认1080P在渲染 但很多人还是会觉得 比天生1080P欧拉的屏幕要清晰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假定这是一块2K的16比9屏幕 分辨率2560x1440 它天生屏幕像素数可以达到368万左右 要高过1080P很多 当我们把2K屏幕切换成1080P进行渲染输出 其实它本身的物理像素也足够把信息传递出来 并且还有剩余 而天生1080P OLED因为钻石排列 它本身物理像素就不够 信息量也不能完全被传递出来 自然就不如前面那个清晰 落实到实际 即使你把S10的屏幕切换成1080P 它还是比Note10要清晰 唉 这可是Note呀 但其他方面 它还是保持了和Note10 Plus的水平 作为第一代降低42%蓝光的新机台屏幕 我们之前说过 S10和Note9比 斜看屏幕有一定程度会偏绿 这次Note10有一点改进 高亮度下 可以和Note9显示纯白画面效果相近 但80nm以下还是会出现偏绿的问题 但和S10 Plus这种最高亮度也绿的比 已经强很多了 虽然发布会上没提 但这一点我认为Note10是优于S10 Plus的 但迟钝的三星还是没有加入DC调光选项 也没有下半年一致叫好的90赫兹刷新率 对于新技术的尝试 我很欣慰有些国产已经走到了前面 那些大铁量的国际巨头 每次都想让别人先滩浑水 自己在观望观望 可三星电子你想过吗 在你不断的观望中 有些用户已经气你而去 去拥抱新技术了 一加器Pro就是非常好的例子 90赫兹说回不去是夸张了 但我肯定是不愿意回去的 Note10 Plus屏幕这一步走的还是太稳了 稳的和往年一样毫无意外 惊喜还是我之前在片头说的 极高的屏占比 三星在2019下半年交出这么一份答卷 你还满意吗 而Note10的屏幕在我看来没什么问题 打磨更好的新机材 蓝光护眼和激光打孔这些 都还是现阶段只能在三星旗舰上找到的 那我们吐槽什么呢 一方面可能是兴奋不能接受分辨率的退步 觉得不2K都对不起Note这个头衔 另一方面肯定是价格了 6599 S10系列现在随便买了吧 一加7 Pro 再了解一下 说到观点体验 Note10虽然听筒几乎隐形了 但效果还是没有开倒车 和S10 Plus放在一起听了很多音乐 一定要说区别的话 那就是S10的听筒 或者说左声道要更有力 但更多都是神仙打架了 放到今天都是非常出色的扬声器表现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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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虽然位置改了 但Note10还是S10上的老三样 超广、标准和长焦 具体算数我打在屏幕上 这次又硬是靠打磨直接冲到了DXODE PS默认以4K视频送测 打磨厂牛逼啊 所以我们今天不妨看看 从Note7到Note10 这颗1.4mm的打磨之路 看差异、分析原因、长知识 事后再看看Note10有关影音的新属性 还是老规矩 样张环节白天以iPhone10s为对比机型 晚上换成华iP30 正常光线的发色到今天更多是楼屋白菜 所以我们今天着重会把对比放在考虑算法的 逆光和暗光上 这组比较常见的逆光环境 Note7和Note8水平相继 转折点在Note9 准确说是从S9开始 三星的HDR效果就激设了第一梯队 所以就算你把Note9和现在顶尖的iPhone10s比 也没有多落后 Note10高光云层表现弱一些 只能推测是换写三星SIMUS后还没调就好吧 但因为更先进的AI 三星这几代Note发色属实越来越好看 放大看细节 都是1200万像素 除了iPhone暗部噪点多一点 其他几代三星表现大差不差 同样的逆光还是验证了上一组的所有结论 暗部处理上 Note9宝刀未老 天空颜色处理也开始淘洗 Note7或者Note8 颜色和各种暗部细节都丢失了 iPhone10s依旧保持了更多的信息 但墙体有些偏绿 这组Note7和Note8因为HDR不给力 拍出了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 真实场景应该更接近Note9或者Note10 iPhone10s的HDR依旧很强 但墙体依旧偏绿 这组两枚变焦Note7单设 退出了群聊 Note9的细节和Note10相近 但iPhone10s的颜色要更接近当时的环境 整体西洋的氛围感很到位 5倍变焦根据参数确定所有的机型都使用长辆镜头 Note9和Note10类似 据第二梯队 华为P30毫无疑问第一 iPhone10s稍稍弱于Note8 Note7不想说话 这组环境感比较弱 三星Note10的画面看起来更明亮 但细节不如Note9丰富 通过对比也可以看出 从Note9开始 三星加入了一些锐化算法 让字体边缘看起来更清晰 iPhone10s虽然画面曝光不占优势 但细节保留还算完整 换成比较常规的夜景 Note8的第二代1.4mm在细节上优于Note7 Note9的HDR算法好过Note7和Note8 而Note10更偏向于提升暗部 这就导致亮出有些过曝 细节处理上 Note10更喜欢加涂抹 让画面看起来更纯净 而Note9看起来细节更多 噪点也相对较多 二者更多是调校风格的区别 最后一组灯光复杂的街景 Note7和Note8颜色不够讨喜 画面灰蒙蒙的 Note9的AI把画面变得更好看 各种灯箱高光压制上 也是Note系列中最好的 Note10还是以吸尘一点点高 画来更明亮的暗处 华为则是变态级别的压高光 有多变态呢 放大看远处的小灯 华为能告诉你 这是两个小灯泡 但同时也损失了一些颜色信息 画面看起来可能没那么生动 综合细节这些 三星Note10确实和华IP30 拉不开特别大的差距 稳居第一踢嘴 所以当我们把最近四年的Note 放在一起 还是能看出来 三星再一步一步打磨好 这个1.4mm的CMOS Note7在别人都还是1.2mm的时候 搞了个1.4mm 加上大光圈 获得了夜视仪的称号 而Note8的长距镜头 也带来更好的编较画质 Note9上的可编光圈 让白天拍照更清晰 晚上画面更明亮 DRAM的加入带来更好的夜晚降噪能力 更好的多张合成HDR表现 和960帧真超级慢动作 同时AI的加入也让画面看起来更讨喜 相比较之下 Note10在主摄方面的提升真的很有限 甚至换了三星自家CMOS后 出现了水堵不服 有些已经表现稍逊于采用 索尼CMOS的三星Note9 但长焦镜头光效率提升 让你在变焦时增加成功 掉出长焦镜头的概率 这组同样的变焦夜景 依旧能对应用长焦镜头的Note10 表现比主摄裁件的Note9要好很多 再有就超广角了 作为性能元素 Note10到今天依旧拥有手机端最好的体验之一 等效13毫米123度淘气的发色 超级一等加入也让Note10在极限热光中 能可以获得一张可用的照片 同时超广角因为视野更广 也有更大的面积去做裁切做防抖 造就了今天我们看到Bug级别的超级稳定功能 讨论DXO是不是第一没啥意义 但Note10拥有世界前列的拍照水平是必须成立的 视频防抖都非常优秀 但HDR方面iPhone还是逆天的存在 马上新iPhone都要出了 现在还能保持这么大的优势也是难得 除此之外 三星的录像水平也是稳定的高发挥 接下来要聊的部分更多是软件方面的打磨 第一个是实时虚化录制 这个功能Note10和Note10家都有 但二者实现方式不同 Note10家依靠TOF和主摄 而Note10只能通过AI 看效果差以前 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它们具体的工作原理 TOF是Time of Flight缩写 是通过给目标连续发射光脉冲 然后用传感器接收从物体返回的光 通过光脉冲返回的时间 来算出目标物体和自己的距离 和之前说的激光对焦 有亿许同工之妙 TOF的优势在于它体积小巧 这才让它有可能坐进手机里 其次TOF能够实时快速地计算深度进行 并且工作距离要比结构光远很多 所以TOF除了具备比长焦镜头 更好的采集景深功能之外 还可以通过自身的工作原理 来完成一些有关3D的游戏 比如建模、表情制作等等 而Note10的没有TOF 只能通过AI机器学习 拍的时候能认出你这是个人 再把你这个人一帧一帧地抠下来 做成所谓的实时虚化录像 理论上Note10加的效果要更好一些 虚化更多是靠测距而得 但经过测试 二者效果没有实质性差异 该露相还是露相 一定要说Note10加的效果哪里好 那就是它可以有时候和人在一起的东西 比如人坐在凳子上 凳子和人处于一个交平面 这时候Note10加可以把凳子顺便抠出来 而Note10就有概率把凳子也虚化掉 这时画面就指向了空空的半个人 有点恐怖 但如果画面只是站着一个干干净净的人 那Note10也可以拍出Note10加的画面感 并且接触于AI 前置也能实现类似的虚化 当然效果好坏就是另外一回说了 这种通过AI做出来的虚化 只要三星想 未来大概率都可以通过更新下放到救济型 当然这功能只能落实到养点创新了 现阶段不止三星 大家都没办法很好的把TOF作用发挥出来 所以你要指望后卖这几个多出来的洞来买Note10加 还是算了吧 第二个就是编较麦克风 我们早在HTC U12 Plus上去见过类似功能 通过机身后背的第三个麦克风来实现 实际测试效果也并没有WOW的感觉 更多的是简上添花 虽然效果不明显 但还是很欣慰 从去年iPhone的立体声录制 到今年的指向性收音 这些像LED之前玩的超广角 又或者是HTC的音源变焦 看起来还是需要像苹果三星这种大厂跟进 才能带动更多的厂商 这样我们作为消费者才能享受到科技进步 带来的乐趣 还有就是一些AR绘图了 不痛不痒 逗逗孩子的功能了 但相比于S9那个惊悚的动态萌拍 这个好像更容易逗妹子开心 第三个就完全是软件属性 但我觉得还不错的功能 Note10在相册里配备了视频剪辑制作工具 你可以把相册里面的视频 图片直接添加到视频轨道里 加一个字幕转场之类 视频边界相关功能也增加了调整速率 笔画的小功能 但字幕只能加在开头 转场可供的选择比较少 所以用它简单做个小片子还是可以的 最多可以加入60个片段 12分钟左右的视频 大概渲染要7分钟左右 Note10相机这次把升级更多放在了软件上 比如在任何镜头都支持夜景模式了 长焦也可以 在弱光或者极限弱光中 手端稳一点 用夜景还是可以换来更好的画质 再比如原来靠超光脚裁接 获得了超级稳定功能 但因为超光脚天生体质差的问题 这次这是在主镜头裁切 而实现画质更好的超级稳定 所以这可能就是三星对Note系列的偏心吧 各种小地方逐渐完善 让整个相机的实力和体验都更进一步 但你说这是你从S10升级到Note10的重要动力吗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甚至如果你对超光脚或者超级稳定没有刚需 那Note9用户也可以再等一等 不是Note9的相机太强 而是进步真的不明显 但如果你是Note8或者之前的用户 那一步到位 升级Note10是没问题的 各方面都美滋滋 现在只能期待Mate 30 Pro和iPhone 在今年给我们相机更多的惊喜了 Note10硬件方面升级点其中一个 就是UFI 3.0 AndroidBench跑分也能验证这一点 Note10各方面数据都要比Note9的UFI 3.1有很大提升 但暂时除了安装软件的速度有提升后 Note10日常使用流畅度相比于S10加并没有太大区别 但UFI 3.0理论速度提升是真实存在的 可能在未来的某天它的作用会开始显现 作为下半年还卖6-7000的安装旗舰 3.0的标配也是应该 但855Plus的缺席还是有点可惜 听说是没来得及和5G调整好 另外一个就是三星版Note10加的运存提升到了12G 国行Note10则标配8G比 想了想 Note10的6G好像还只是去年的事儿 今年上半年S10和S10加全系列标配8G 再到这次的12G 这种感觉真的是有一种苹果上6G一样刺激 是不是牙膏挤太多了呢 我前一天晚上6点在看着电影 到第二天上午10点还能直接进入APP继续看 你还别说 我在4G、6G、8G的三星手机里还真没体验过 作为Note系列 S Pen当然是灵魂了 这个存在8年的比 今天还没被砍也是不容易 我们就看一看 它从诞生到今天都经历了什么 2011年的初代Note S Pen的压感只有256G 一年后提升到了1024G 添加浮上预览功能 到Note4支持2048G Note7开始4096G 之后Note8的S Pen支持了IP68 一直到这里 三星S Pen都是通过和屏幕下方的线圈 实现共生电源力 所以笔内都没有配备电池 Note9为了实现遥控S Pen 加入了一个超级电容 这次三星又加入了六轴重力感应器 代号SP912 可以识别各种隔空手速操作 在笔的内部加入了一块蓝牙5.0芯片 也加入了一块来自吉尼康的SLB锂电池 也正是因为这块小电池 官方宣称Note10的S Pen续航提升非常大 经过测试 Note9和Note10同时将比取出 31分钟 Note9的S Pen电量耗尽 而Note10依旧百分之百 继续等8小时 它还是百分之百 之后我就测不下去了 虽然Note9的S Pen 插进手机不到30秒也可以充满 充满后可以拿出来继续写 但像Note10这种可以一直写下去的 我为什么不欢迎呢 格控手势操作做起来是有点傻 相机的手势 我能想到更多的使用场景就是你独自旅行 没有人给你拍照 或者你不相信别人的拍照水平 除了Note10 你还得准备一个小三脚架 但这种体验基本和我们日常使用就关系不大了 音乐控制终于支持调剂音样了 这个倒是挺有用的 现在可以靠一根笔来实现音乐所有的控制 虽然这些功能不知道我几百年能用一次 但还是那句话 对于不妥协现有功能前提下 我双手欢迎新功能的加入 相比前面那些花里火哨 我觉得Note10这次对于笔记的升级才应该说到说到 当然这次的明显升级是建立在你是一个资深的Note用户 在Note10的细屏速写中 你现在有五个颜色笔头可以选 并且之前细屏提醒都是黑底白字我很喜欢 保持着笔记就变成了白底黑字 我总觉得别扭 这次你可以事后直接更改背景颜色 同时在笔记中Note10多了很多功能 比如直接把你写的内容转换成文字 把你已经写好的内容换个颜色 比如用笔记做任务 之前做完的任务我都是滑掉 现在可以直接换个颜色了 没做完的和做完的两种颜色 看起来要更简洁直观 这些书写上小小的改善 加上续航能力的明显提升 可能对于我这种需要经常记住灵感的Note人群 吸引力更大 在外观部分我们也说了 不同于S10和Note9的C型主板 三星Note10中采用了新的双层主板设计 因为有前击iPhone的经验 我很自然对两台Note10的散热有些担心 尤其是小号的Note10 这次我们拿来Note9 S10加和两台Note10 全部最高亮度 最高画质40帧运行 让手机同时运行同一个场景的刺激战场30分钟 发现它们的发热都集中在主板 尤其是SoC处 Note9和S10在机身左侧 两台Note10在机身上半部 占总机身面积的45%左右 这种位置和发热面积 打游戏时还是比较容易被左手感知的 接着是在28度的室温中 Note10和Note10加分别有几千60帧进行刺激战场 可以看到无论是正面还是背面 Note10加都要比Note10低两度 落实到实际感知差异就是 Note10可能已经烫手了 而Note10加还能忍 之后我把时温升力到30度 这时Note10加和Note10的温差 可能最大有3度了 并且发热范围Note10加要小很多 果然双层主板对于散热还是有挑战 并且大号通常发热要好过小号 Note10加还有这么大的屏幕 所以玩游戏的话 还是尽可能避免Note10吧 电视容量小的3500大了4300 差的有点多 考虑到屏幕分辨率降了 容量还大了100mAh Note10的续航 怎么着比iS10强了吧 最终测试结果剩下的38% 和小米9 索尼Xperia 1 自家S9 Plus 差不多一个水平 这种你还满意吗 而凭借4300mAh电池的Note10 Plus 升余49% 仅次于1加7 和iP30 Pro和ROG2 威力数据控第四名 没什么翻车的也没有什么意外 当然这里是以港版系统为例 长期可能和未来的国行有些许差异 随机都附送25瓦充电头 4%开始充电 二者充电曲线图放在这里 三星Note10最终充满 需要82分钟 还是熟悉的一个半小时左右 而Note10家有惊喜 半小时充到将近60% 一个小时充到97% 最后也没怎么捐留 67分钟直接怼到了100% 而如果Note10家使用了45瓦快充头 根据外媒测试 半小时可以充到73% 56分钟左右就可以充满 总体来说就是25瓦已经很快了 45瓦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体验提升 不追求急日用户 这个钱可以省 而Note10在续航和充电 是彻底被三星阉割了 所以如果你看中性能、发热、续航充电 这些比较硬核的指标 仅慎考虑Note10 它对你来说可能就是个弟弟 但这里发现 Note10和Note10家 即使出现了高温限制充电的提醒 但它还可以通过一个将近5瓦的小速度 在往里慢慢的充电 又到了总结一波的时候了 我们首先分析Note10这款机器 简单说 如果你是Note的重视用户 还想兼顾S10上那种精致小小的手感 那你没得选 纵观这几年 手感能到达Note10级别的 就只有Note7 但这个 就算你敢用 它也卡到你不想用 当然为此 你只能牺牲屏幕分辨率和更大的电池 更完整的25瓦充电 其他都没有明显严格 屏幕方面 你可以找找身边用1080P OLED的手机 仔细看看 这种精细度你能不能忍受 随便看 Note10上这款1080P 比国善手机那些1080P屏幕 都只会更好 不会更差 6599的价格贵不贵 还是要看你的需求 相比于去年Note9 6加128 还卖6999来看 今年8加256 卖6599 已经算在价格上 有些许让步了 但只要你不怎么用S Pen 平时也没什么书写的习惯 那S10 Plus 怎么看都是更好的选择 而Note10家的情况 今年比较特殊 港版不支持5G 所以暂时不能通刷国防系统 就我这段时间的使用 除了我们之前讲的 Samsung Pay 智能管理器 微信指纹支付这些 有缺失以外 其他来说 这个系统还是可用的 所以 没那么着急用5G 或者说载身 你还用不起5G的 更便宜的港版Note10家 依旧可以是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 而国号Note10家5G版 12加256G 最终价格7999 相比于Note10的6599笔 好像突出了一些性价比 它有5G 有更大的屏幕和轻薄的机身 2K顶级屏幕和XO线性马达 12G UFI 3.0闪存 更好的三热续航 更快的充电 可以说 Note10家 才是今年期间的Note 基本把之前的小遗憾都补齐了 是Note的极大成者 但S-BEN的小众属性 加上还是挖鼓民的设定 我已经预感到 Note10在国内的需求 不会超过S10系列 但这都不失 让Note10 Plus 成为下半年 非常有竞争力的安卓计划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能看到这里 觉得视频不错的话 可否点按关注 或者长按视频下方的点赞 给我三连呢 最重要的是收购藏啊 最近入入库完和知乎了 以后一些文章 会优先发布在那里 当然想看视频的 还需要关注我的B站和Youtube 因为这些原因 以后的视频都会优先 在Youtube上首发 而对了还外的闲鱼小店 主要经过各种全新二手机和配件 保证所有商品有一说一 价格公正 同所无期 感谢大家支持 我是花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但它还可以通过一个将近5W的小速度 在往里慢慢的充电 看来三星在电池方面的谨慎 开始 看来三星 看来三星在电池方面的谨慎 已经开始渐渐在消除 哎